万众瞩目的澳门冠军赛落幕 现如今新乡世界杯接踵而来 反观国拼这边爆出很多重磅消息 中国拼协官方宣布禁赛梁敬坤 中国拼协表示 国拼队员梁敬坤因在 DATLUTI澳门冠军赛中的不得体庆祝动作 被禁止参加2022年后续所有比赛 对梁敬坤来说 被禁赛不能参加新乡世界杯 亚洲杯等国内外大赛 新乡世界杯梁敬坤由于被禁赛 樊振东首轮轮空直接晋级八强 在反观亚洲的参赛球员 如今名单也发生了变化 由于梁敬坤被禁赛 林高远渔翁得力拿到参加亚洲杯的资格 并且值得一说的是日本名将 张本志和也报名参加了亚洲杯的比赛 对林高远来说 有望再战张本志和郑敬自己 经常关注国拼的球迷都知道 不管是梁敬坤还是林高远 可以说两个人都存在一些问题 曾经和樊振东 被称为国拼三剑客 反观现如今 樊振东已经坐稳世界第一 成为国拼一哥 只差一个奥运会单打的冠军 就可以实现大满贯 再看看年龄更大一些的林高远和 梁敬坤在荣誉方面真的落后 樊振东很多 如今在国拼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 真的很尴尬 林高远和梁敬坤的天赋是有的 只可惜林高远心理素质不够强大 国际大赛习惯性掉链子 外战胜率不高 面对强敌缺少了一种敢于亮剑舌我取谁的霸气 前不久的布达佩斯比赛 林高远顾五官斩六将打到决赛 迎战日本名将张本志和 林高远强势轰出3比0的开局 本以为胜券在握了 谁能想到林高远出现大崩盘 日本名将张本志和怒吼连赢四局 最终大比分4比3击败林高远夺冠 赛后很多球迷吐槽林高远是林妹妹 不适合竞技体育 现如今林高远有望在新乡世界杯 和亚洲的赛场再次遇到张本志和 很多球迷认为这是林高远最后的机会 如果依然不能战胜心魔击败对手 很多球迷认为林高远没有培养的价值了 大家说对吗 在反观梁敬坤表面上看上去一副老实芭蕉的样子 其实此前梁敬坤被爆出隐婚生子 在妻子哺乳妻离婚 甚至有爆料梁敬坤一次都没有陪妻子运检过 但是却在深夜被拍到和女队员一起逛街 因此被有些球迷吐槽是渣男 此前很多球迷呼唤刘国梁言成梁敬坤 因为成都士兵赛开打 国兵这边并没有处罚梁敬坤 反观梁敬坤却在澳门冠军赛对阵 林高远的比赛中把球拍插入裤裆 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 看了直播的球迷都知道 梁敬坤对阵林高远轰出11比2之后 掘起嘴巴并且球拍插入裤裆相当傲慢 国兵给出禁赛处罚 但是依然有球迷认为梁敬坤 这样的球员应该被除名 一个人品很差的球员又怎么能打出好成绩呢 大家说对吗 现如今国兵给梁敬坤禁赛的处罚 对梁敬坤也是一次敲打 同时也是一次严重的警告 毕竟巴黎奥运会还有两年就要到来了 现如今国兵男队这边似乎还 凑不够三名主打一名皮卡球员 樊振东和王楚钦是绝对的主力 马龙能否成为第三单打还是一个谜 同时皮卡的有可能在梁敬坤和林高远之间产出 大家说对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